詞曲 李宗盛 演唱 李宗盛 演唱 李宗盛 爱你坚持不发愁 就算再重逢 还是错 依然对你 爱不是秀 爱你好了心 负了气 再多苦我都忍你 你却不走心 不运气 一片之间 却随风飘离 爱你回首 情依旧 爱你坚持不发愁 就算再重逢 还是错 依然对你 爱不是秀 爱你 play 爱你 eth 对于一个商人而言 经营一个小小的幼稚园 他的投资报酬率 恐怕满足不了你 志力 也许你不知道 我经营这个小小的幼稚园 为的既不是赚钱 也不是为了理念 完全是为了帮助你做出家庭 师考文啊 师考文 你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 他已经嫁做人妇了 结婚生次 为什么 为什么你对他还念念不忘 你是个女人 你是个女人 表辰 你不许说 你 他妈的就不能让志力的日子过得好一些吗 我许说 你怎么会되 没有 我没听见你好像在骂人呢 你到底听到什么了 我听见什么 你心里明白 你上哪里去了 逛街 红茶店如果你不想管的话 那你就把它收掉吧 又不想离飞行 哪一天我觉得没赚头了 自然会收 我记得 我认识你的时候不是这样子 那个时候你努力尚进热情 可是现在 你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进来 因为我叫了一个能干 会赚钱好老公 我用不着那么辛苦啊 可是工作 工作并不是完全为了金钱嘛 我知道 但是现在没有地方需要我 烘茶店有能干的小珍 我去不去都无所谓 这个空洞家 有你我这么一对貌合神离夫妻 我连做顿饭的机会都没有 我回不回来更是无所谓 还有 你的工作 你的事业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你做哪些投资 你有你的工作伙伴 不用我这个爱手爱脚的老婆 我请问你 我重视有满腔热情 满腹理想 我又能怎么样 能做的事情有很多 正是做医工 都可以做啊 康文 上次我听你和朋友讲电话 说要顶你所有支援 其实这方面工作倒蛮适合我的 虽然我离开悠悠悠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只要我心情不好 我都会去陪小孩子们玩 采军 幼教工作不是像你说的那么容易 你没有老师资格 怎么让你担任老师呢 对了 她去山找她工作了 你这么关心她 那你为什么不自己打电话 去问她呢 或者你跟沈志玲 在一起的时候 这话告诉你啊 你在胡说什么 你吃错药了 少在我那前面演戏 我看你演戏的这话 比我还发达 至少我会跟你说瞎话 你不要无理取纳好不好 我无理取纳 我知道了 你幼稚园园长 是不是已经找到沈志玲了 这样你合法掩护非法 你们就可以进水楼台了 你有完没完啊 我从来不知道 你讲话这么尖酸刻薄 你敢说你今天 没跟沈志玲在一起 我告诉你 当老婆讲话尖酸刻薄的时候 我爱跟谁在一起 就在一起 这是你说的 对,我说的 有她老公欢喜 光看外表是不行的 她 一个可爱的女人 要智慧内海坚固 这一点 你差多了 喜康伟 你说谁没有智慧 谁没有内海 谁问这句话 谁就没智慧 没内海 你 就算太重头 还是做爱 然对你 爱不是准 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你修改一下 下礼拜上课就可以用了 原来我今天来错了 怎么呢 今天是假日 你这么辛苦加班 我这个老板 不能视而不见吧 你当然不能视而不见啊 既然来了你也不能闲着 这份教案麻烦你修改一下 有折业的地方请你要检查一下 是 市园长 志玲 宝宝呢 宝宝在桂米家 我请她帮我带一下 我好了 我可以 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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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给我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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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大功告什么 你呢 快了 差不多了 加油啊 我去帮你倒杯茶 好 好 好 谢谢 客气 喂 桂梅啊,我是知灵啊 宝宝怎么样 还在睡啊 我本来想到新店去一趟 好 好 那就麻烦你了 好,谢谢 谢谢啊 再见 院长 我也大功告成啊 谢谢我们出钱又出力的老板 我们可以下班了 嗯 你去哪里 我送你 不用了 况且 我觉得我们的关系 最好不要延伸到幼稚园之外 哎 难道学生出了校门 就不跟老师打招呼了吗 哎 您这个比喻不对啊 志玲 把我当成工作上的伙伴 这样大家相处得比较容易些 你去新店我送你 顺便啊 我们在路上聊一聊 这个幼稚园的事情 你说好不好 这 这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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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家吗 那就赶紧按个电门 走 到谁啊 请问宋秋兰女士在不在 宋秋兰 你是谁啊 你跟她什么关系啊 我是她女儿 女儿 哎呦 宋秋兰生得出这么漂亮的女儿啊 请问她在不在 不在 到中立去了 还得等 干嘛呀你 中立 是不是这里啊 哎 你怎么会问我兄弟的弟子啊 哦 我是打听来的 请问 她会在那待多久啊 这倒不一定了 讲好是一个地方待半年 可是她毛病多啊 一不高兴她就要走 走就算了 还要带一个什么大脸盆 真是比香巴老孩土 你等一等啊 哦 就这个破脸盆 她上次匆匆忙忙走了 忘了带走 你们如果要去中立找她 那顺便带给她好了 哪个老人家喜欢居无定所到处飘荡 一定是你们兄弟对她不好 才会被你们踢来踢去的 你说什么小伟啊 我们兄弟对她不好 轮流奉养她还算对她不好啊 那你这个女儿又算对她多好呢 她想过你一天轻浮没有 不想怎么样 我跟你讲 你们最好赶快离开 要不然啊 待会有人受伤的话 可别怪我 你没见过坏人师兄 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嚣张 康文 康文帅了啦 算了啊 康文 别理他了 快点走吧 快点 后来我陆琴第二次的婚姻 比娘使她的日子好贵 也许她另外一个儿子 比较孝顺 好不到哪儿去 两个儿子把老妈最后的棺材本分了以后 然后就把她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 你 年纪大 没有房子 没有老伴 没有钱 连最后的一点尊严都没有 都这个岁数了 为什么还要她承受这些 就像这个大盆 你知道她为什么走到哪儿都要带着这个大盆吗 因为她不习惯用浴缸 她不习惯用连蓬头洗澡 她还按照乡下的船头 用那个大盆洗澡 她就是这么一个传统又保守的夫人 我还记得 当我爸跟她提出离婚的时候 她跪在地上苦苦哀求我爸爸 叫我爸不要休了她 所谓在家重复 出嫁重复 父死从子 这就是女人的命 可是偏偏 偏偏好的男人都没有被她遇到 就连她的两个亲生儿子 都把钱看得比她还重要 为什么 为什么我妈的命这么苦 对不起 我不该跟你说这些 不要就说 我很高兴 你把我当成知己和你 分享你的心情 我好不容易得到她的地址 我没有想到 没想到我看到的 听到的却是这些 是 志玲啊 你不要自责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十字架 和承受力 也许你认为她辛苦 你心痛 可是在她传统的观念里 也许她认为 这种日子就是应该过的 不 时代已经在改变 现在的女人 没有一个活得那么没有自我 我要改变她 我要让她活得更有尊严 至少我要告诉她 女人已经可以不用那么认命了 好 至少 你做得到的 只要你有心 一定做得到的 幸好 她有你这样的缘 我想 你是她生命中 最贪心的 好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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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再见 再见 志玲啊 以后你上下班可以坐我车 很顺路的 不用了 你好意我心灵了 有些事情 还是避讳一点的好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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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门 您是 大姐 我是皮特啊 Nicole啊 想我 想我這麼久不來啊 哦 剛下飛機啊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當然要去上班啊 嗯 有禮物要送給我 謝謝大姐 我真的好感動 大姐 我有禮物要回贈給你哦 嗯 好 我要出門了 我們見面再聊 好 回來了 我打電話到園裡 怎麼沒人接電話呢 唉 我今天出去找我媽了 妳自己弄點東西吃 我去上班了 旭春 旭春 嗯 你今天能不能請假 幹嘛 我想 我們好久都沒有在一起吃飯聊天嗎 吃飯聊天 好 要是我們在一起吃飯聊天 鈔票就可以從天上掉下來的話 我也不喜歡上班了 走了 我 我可以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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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是有一位嗎 對不起哦 我是來找人的 請問范旭春 是不是在這裡工作 對不起 請問是公關嗎 公關 嗯 這裡是新旗舞餐廳啊 這裡是南公關做台的夜總會 對不起 對不起 我朋友不可能在這裡上班 對不起 對不起 請問一下那個穿橘色衣服的 叫什麼名字啊 哦 他叫Peter Peter 范旭春 你怎麼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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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居然在這種地方上班 你簡直是自開座路 P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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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兒去 Peter Peter 怎麼了嗎 我剛剛跟著大姐出事 我去處理一件事情 好嗎 三軍 多虧 三軍 海軍 聽我說 你不要晃我 我不認識你 你不要晃我 三軍 你能不能忍静一点啊 你为什么要到最永迪房上班 为什么 你来新的自尊呢 你也离下你的保护呢 你为什么要这样作诫自己 为什么 你说完了没有 没有 你知道你这样做 会让多少人失望吗 如果我没住坚持二弟你竟然是个牛郎 够了 如果我还有其他赚钱的方法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不要再跟我提什么尊严 什么理想 什么报告 我辛辛苦苦工作这么多年 我得到什么 换来什么 你闻不明啊 这是个人是人的社会 有尊严 有理想 有报复又怎么样了 到处来不是跟我一样吗 我有什么事 我要成功 我要养家祸口 但理想跟现实冲突的时候 我又没选择些什么 我 我不能让我的妻女饿饭 我更不能让我的老婆瞭不起我 如果她知道你在这种地方上班 她当然会瞧不起你 我当然不会让她知道 我更相信在这个地方 我不会碰到熟人 除了 除了像你这种刻意来找我的人 这以前的行业很多 却选择出卖灵魂的 这是一定要接近 我只需要花一年的时间 我就可以累积 我重新创业的本钱 你懂吗 我不懂 了解 我说过 我可以拿房子抵押贷 借给你 你不需要到这种地方上班 那房子已经不用还了 不用还了吗 我以为拿自己当作赌注 我以为不要名不正 也不顺哪里的钱 如果你不怕梅叔姐吃到 就尽管做 我做错了什么 我只能不是骗那些女人 喝酒、聊天、跳舞 我从来就没有做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情 站在生意的角度来看 站在生意的角度来看 这个社会需求这么大 我只不过是提供 让他们满意的服务罢了 这样错了吗?错了吗? 太军 请你站在我的立场替我相信 我不去出卖灵魂 我还有什么其他的笨钱吗? 我没有家事 没有费金 没有亲人的支柱 我想在短时间之内东西在一起 我只有终身一样 你怎么会交入我? 你看看你的打扮 这根本不是我认识徐传的 不是我认识了徐传的 是 不好意思 我的工作好了 可是我还是一切都过来 不关于你的事情 我是觉得不可能袖手旁观的 至于我的工作 坚持尊重我的决定 暂时替我保守秘密 至少不要让梅住 还有知灵知道她的... 不!我败不到!我败不到!我败不到! 如果你不珍惜 我们这么多年的勤奋 那么你就尽管去说话 因为我早就已经做好最快的打算 一个男人可以什么都没有 但是不能没有钱 没有事业 我用这种方式去赚钱 我没有想爱任何人 我温馨无愧 如果你执意要说的话 我没有办法堵住你的嘴 但是我希望 你给我的是支持 而不是困柔 是谁 我... 等你回去想生存以后 你再决定怎么做 你再决定怎么做 没事 是我 只是没有确保 当我事情还没有来 你从未来 接不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回来了 你 我辛辛苦苦做好的照案 就给你一杯水火了 我又不是故意的 谁知道你在家呢 突然吹现吓我一跳 我还没怪你 这是我家 我不应该出现 谁该出现 你不要把话里扯远了 是你一进门就知道问题啊 怎么知道你在家 我就不回来了 你不回来你打算去哪里啊 台北夜生活地方这么多 你还怕我找不到地方 打发时间吗 好啊 那你要不要我介绍一个 有牛郎的夜总会 我那天刚才看到一个 跟饭圈长得很像的牛郎 我要不要介绍给你 安慰一下你寂寞的心 夏刘 谁还跟老婆说这种话 是你刚才说的 要找地方打发时间的 拜托你去酒店可不可以 让我亲近一下好吗 好啊 我的酒店生意 已经上了回头 以后啊 我不会经常去的 相反的 我会多花心思 在我的幼稚园上 这毕竟是我的本行 我的兴趣 话又说回来 大家毕竟生活在一个屋檐下 我的作息有的调整 我您告诉一下吧 太阳 你是在逼我找地方 打发晚上的时间吗 那你更明镜言顺了吗 如果你不反对的话 我想借你一栋房子做抵押贷款 我生意上需要一笔资金 不可能 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我那栋房子另有用途 去资助那个失业的范玉川嘛 人家明明有骨气 从来没打我那栋房子的主意 你似乎忘了 谁是你合法老公啊 谁又知道我们这段婚姻 能维持多久呢 谁又知道我们这段婚姻 难道你不觉得 有我们婚姻关系做保护色 更方便你们来往啊 我也可以用同样的话回敬你 我们一定要这样针锋相对 才能相处吗 有时候在想 你的心情我可以体谅 而事实上 你不是期盼如何结束我们的婚姻 而是如何终结他们的婚姻 我 你为什么要到这种地方上班 为什么 你来西哥子孙呢 你离下来跑步呢 你为什么要这样作诫自己 你为什么 赚钱的行业很多 却选择充满灵魂的 如果她知道你在这种地方上班 她倒还会瞧不起你 我还是怎么知道 我评论他 你不用可怕 我找uta guard 我不准那么多 如此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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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明拿自己當作賭卒 我也不要名不正言不須拿你的錢 這是一條捷徑 我只需要花一年的時間 我就可以累積我重新創業的本錢 你懂嗎 我該怎麼辦 不然 我總不能眼睜睜地看他越陷越失落 可我說的 我該期盼不是我們婚約結束 還是如何去終結他們的婚約 對 我應該去告訴沈志玲 她一定不能接受續船做這種工作 或許會因此而分手 可是 肯定不禍 許 Order 請你諒解我 我是在幫你 而不是在害你 你想甚麼 可以做 付出 努力 可是 你 Facebook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吗 好 好 那我跟宝宝去上班 好 乖乖乖 宝宝 谁呀 谁 是我彩娟 早 这么早啊 有事吗 旭转还在睡吗 她昨天一个晚上在梅珠姐家 人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彩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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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我要赶她去上班 这是续转买给你转件 看样子她最近赚了不少 好可爱的宝宝啊 彩娟 我要去上班了 我当园长迟到不好意思了 园长 你的老板该不是康文吧 你到底有什么事 我们之间的共同话题 你应该很清楚 共同话题 你 你不会指的是续川吧 嗯 你大清早的跟我跑来谈续川 想必你也是想了一个晚上 不过很抱歉 我不觉得她是我们共同的话题 她是我丈夫 我没有办法和别的女人分享她的一切 不管你想跟我讲什么 你都是找错地下 你到底对你丈夫了解多少 你想告诉我什么 不要像鸵鸟一样 用工作和孩子野蛮离视线 你情愿一切只维持个假象 也不敢进一步了解 是怕戳破她 你直接了当地说吧 旭川究竟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 她晚上的工作兴致 你了解吗 她甚至跟别的女人来往 你知道吗 是怕戳破 你的女人来往 你真的不敢进一步了解 你这样的事情 你这么多了解 你这么多点 你这么说 你这么多点 旭川究竟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 她晚上的工作兴致,你了解吗? 她甚至跟别人女人来往,你知道吗? 来吧!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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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辰 失去了这里跟宝宝 失去了这个家 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什么都没有 世辰 世辰 给我一年的时间 世辰 世辰 好吗? 好好来 绝对 我得扭 worked 世辰 和政机 custody 杀务满调盟 少家 申 因為塞車,所以來晚了。請上車。 這怎麼回事啊? 從今天開始,你的上下班都由我來接送。 你就不必抱著孩子在這個地方攔車了。 快請上車。 來,來,來。 這是誰的安排? 是因為石先生啊。 員長,以後你每天早到七點半, 就在這個地方等我,我就來接你上班。 來,來,你別請。 謝謝。 員長,員長,我剛才講的話,你聽懂了沒有? 每天早上七點半,你就在這個地方等我, 我會來接你去上班的。 好的,謝謝你啊。 你請開車吧。 好,好,OK。 不客氣,下午見啊。 下午見啊。 院長,早。 早。 嗨,爸爸早。 好可愛啊。 嗨,請。 菁姐。 餘長,早。 緣老師,是她去圖? 她來過。 但是,她不接,又走了。 說吃到中壢半點,是中午以前回來。 謝謝,謝謝。 可以來。 好 你是我心的另一半 痛的另一半 当你离开以后 我是破碎的迷恋 你是我爱的另一半 梦的另一半 来愿都是一样 愿幸福归向恋爱 你是我心的另一半 痛的另一半 太过一来情的烦恼 怎么去收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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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